因总统车队维安国道全线管制,驾驶人抱怨不已,5日更在屏东县酿超连环追撞意外,国道警察局第七警察大队长刘全元金天说,为了确保安全和避免让民,国道警察局8日将开会研议,国道不在全线管制,至少有车道工通行,并采取增加驾驶人应变时间空间措施, 兼顾维安需求和行车安全,国道警察局长朱正伦在上次两名远警在国道处理车祸遭追撞死亡,朱正伦相当痛心,也希望远警直勤能更安全,尤其警车在国道管制所有车辆风险很高,希望这次调整维安交管,也能提升基层远警安全 立委许舒华说,蔡英文总统曾批评前总统马英九交通维安过渡,但她担任总统后维安规格更高,动辄国道全线管制 总维安都是国安局负负责规划,她要求总统府和国安局应针对特种勤务条例,定出明确的执行规则,不要再将责任丢给执行的警察,也确保国道安全 蔡英文总统今年因为复选,总统车队在高速公路南北奔波,警方为了维安,管制全线车道,以警车挡住车辆,造成后方驾驶人吓一跳,批评人民又相当危险 而前天国道三号屏东路段,国道警方管制车辆,一辆小货车没有发现路况,追撞停等中的车辆,酿成一死三伤,引发社会议论 立委徐书华更痛皮,高速公路突然全线封锁相当危险,之前几次国道警察封锁全部车道 行车记录器拍到后方车辆紧急停车的危险画面,当时他便要求总统府不应滥用维安特权,但总统府,国安局没有改善,这次酿成人员伤亡 蔡英文总统也应负起部分责任 国道第七警察大队长刘全元说,上次国道三号雾峰路段同时封锁五线车道,引发民众批评后,便检讨管制车辆的作为 因为高速公路车辆高速行驶,顺时动态非警察能全部掌握,因此车道管制有必要性 但考量全线封锁,容易造成后方车辆反应不及,尤其是针对大型货车,客车,在高速行驶下不容易刹车 因此,未来国道维安不在全线封锁,至少维持两个车道可让后方车辆应变 另外,关于管制的方式也会改进,包括加强管制距离 警车将在管制点后方一二公里处待命,利用车流空档由路间切入驻线 采取逐渐减速方式压慢车流 二,管制时间会开启警示灯及双簧警告灯短暂明放播放器,并由执勤人员指挥红旗或闪光指挥棒示意后方来车键速 三,减少管制时间,以影响用路人最好的管制时间及方式为原则,并审选管制方式,避免过度热民 国道警察为了总统维安6月底封锁国道3号五线车道,画面曝光后引起驾驶人痛批太离谱 万一后方车辆反应不及追撞,谁能负责? 没想到国道3号屏东路段就发声因总统维安管制,导致后方车辆追撞不幸事故 图报细资料照,分享